三战心得,列政行军,压秒教学 S3的时候我大半个赛季都在研究各种花式压秒行军 然后那会儿拍了不少相关视频 当时有很多人私信找我买脚本 这玩意儿要啥脚本啊 趁着赛季末没事干 我来做一期详细的教学视频 先找一片空地 把自己的部队一字排开 一个号上组分成正好是十队 不要去用橡冰和白马一重就行了 为了方便压秒 一般我实战情况下也不会去升骑兵的科技 先确定你要行军的方向 如果是东北方向的话就像这样站位 如果是西北方向的话则反过来站位 如果要压大量队伍的话 也可以在地块上建个建筑 但是我比较偷懒就不建建筑了 一个地块上站五队 错位停留的话效果也是一样的 就像这样我15个号150队 这样站也完全容得下 先要做一下准备工作 把要占领的地块相邻地块都先打通 不然你没有连接地 到时候压秒压起来就不好看 我这里标记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的第一队所要到达的地方 然后按顺序一格一格过去就行了 我在这边还核对了一下位置 因为你要确保自己的站队没有走歪 正常的错位压秒应该是15秒一个队伍 也就是说这3分15秒下一个队伍就是3分 然后再下一个队伍就是2分45秒 以此类推 准备工作都做好以后 有几根土匪的线从屏幕前掠过 那怎么办呢 那就等呗 这玩意儿就和你去景区拍照 有人从前面走过一样 不过这个等待时间可能会更长 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但为了成片的美观 这必须得等 压秒这个东西 它的核心在于 你一定要找一个参照物 你不能说每一个号去看它屏幕上的时间 那个是不准的 这个时间的参照物 有且只能有一个 我一般都是用的这个网页上的北京时间 然后我调整了一下就可以显示在录屏上面 正常情况我就是开个网页看的 普通的队伍都是15秒行军一个格子 那么我选择压秒的时间 一般是0秒15秒30秒45秒 这样会非常好算 就是你第一队压完了 哪怕你第一队是从15秒开始压的 那第二队我就30秒 第三队45秒 你要说第一队从2秒开始压 那第二队就得17秒 第三队就得32秒 这非常容易算错 你看秒数的时候一旦算错 你就压歪了 就比方说我第一队压20分0秒 那么我第二队就压20分15秒 第三队就压20分30秒 因为有时候操作起来自己心里也没底 可以看右边的部队列表 秒数是不是一致 要是秒数不一致的话 那就走回去重新再压一波 然后我的队伍都是从屏幕外走进来的 这样到时候只要再附上剪辑效果 看起来就像是在同一个位置走出去的队伍一样 只要在部队重叠的时候剪辑一下就可以了 反复几次就能够达到我偏头的效果 但实际上我的部队都是从屏幕外走过来的 你要问我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用 对我来说又水了一期视频